HELLO,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完全是出自於私心的 一年入面我介紹了這麼多產品給大家 我都很想知道有些什麼 你們是因為我而燒著 用完之後變成忠實用家 非常之喜歡 所以早前我就在IG出了一個Q&A 希望大家留下 你們因為我而燒著了什麼產品很喜歡的 有什麼原因 今天我就把它統整出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Top5 這次的票數頭兩位是非常接近叮叨碼頭 不如直接公佈 就是去角質化妝水和小星塵 我想我和去角質化妝水已經去到一個不可分割的關係 大家出街看到它的蹤影 補貨的時候 燒完朋友很喜歡用 還有你們抹了一些黃黃灰灰的東西 都會和我分享 白色蓋是舊版 現在市面上是賣紅色蓋 上年出的新版 我也拍過一條影片說一下新舊版本 我自己用來有沒有分別 現在不如看看大家的留言 有些人就說去角質化妝水 不過是一早已經被我燒 因為很多年前我已經不停地說 用生命去推介 用了十萬多枝 然後也有人說 我每天早上用它來抹臉 是去到髒 用了兩年皮膚好很多 真心好用 但真的很難買到 其實每次出片 都會缺貨一段時間 我真的要羞恨 但如果出片過了一段時間 其實Cosme Store 或Donkey 都容易買到的 大家都可以真的試試它 完全不貴 一事無妨 讓我騙一支 又怎樣 我也真的有觀眾告訴我 它是無感的 不是說全部人用都一定是有效 但是它真的最多人說 來到第二位 不是產品 而是一個品牌 Little Stardust 小星層 很開心我自己落坑的產品 可以燒到大家含含聲 從來都不是廣告 我都不介意你們留廣告給我的 聽不聽到 我自己最私心推介 就一定是N3的Wonder Mask 也是最多人 第一次用完 就會馬上愛上這個品牌 不需要我燒的 你們自己燒自己的 我都聽過很多的分享 這個是Starrytale M1 原因是 驚奇前用它 真的可以穩定皮膚狀況 沒有那麼容易起粒粒 小星層Skin Care 真心好用 已經加入了VIP 這個價錢 覺得合理 沒錯 我也是覺得它不便宜 但有這個效果的時候 看得出 令皮膚好了 真的可以用reasonable去形容 但是我記得 有一個人說它是敏感肌 用N3的Wonder Mask 都會敏感 所以護膚品真的是人格人 它不會說整個牌子 用完都一定是沒有敏感 不可以guarantee 大家都真的要試 還有這個是我朋友的老婆 我送了幾件東西給她試 她就自己入坑了 我這些步入中年22 不要這麼說 我也是的 用完睡醒不再飆油 覺得很感動 另外這個面膜是世界級 認識貨 我真的發現 我自己燒了很多身邊的朋友 我不是只燒你們的 大家有沒有好奇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用它們的東西 但是Top10沒有它份呢 就是因為它們這麼多產品裡面 我選不到一件最最最最喜歡的 如果有年度最愛品牌 非它莫屬 然後最近有觀眾問我 上年拍過一條BRAND FOCUS 但是今年可不可以拍一條update版 因為出了很多新的 然後我又試多了它們的產品 就想聽聽我的用後感 但是我又覺得如果再拍一條 大家會不會反感 或者是覺得一定有廣告 沒有理由不是的 那種感覺我就很擔心 因為它們真的很好用 如果大家誤會的話 我就對這個牌子不住了 如果你們想看一個update版 或者覺得影片太多了 如果用在IGReview說 用圖文的形式會更好的話 就留言告訴我 那來到第三和第四位了 第三位先 就是Foreo的UFO2 哇!我真的上星期的影片 才說完它 這個星期原來它又要再出現 真的很好用 對於這部機 我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再說了 要介紹的我都已經說過了 不如直接聽聽大家的意見 Foreo面膜機 絕對是懶人一物 不能再說沒有時間敷面 還有這個 肯定Foreo面膜機 不用敷二十分鐘 一兩分鐘搞定 真的很棒 沒錯 你們說中了我的心聲 它不是神奇寶貝 純粹是用錢買時間 每次有朋友問我意見 就算自己朋友也好 觀眾朋友也好 我都會問你 你有沒有信心整天用它 買了回來 貴不貴 便宜不便宜 差不多二千元 你不用放在這裡 那二千元吃了它 自暴自棄算 但是 如果你是說你會用的 你會嘗試的話 都真的值得買的 這個 去到第四位 主要就是加丹尼爾的面膜 也都有人表白他們其他產品 有朋友說收到我的 Giveaway 用完試完之後 真心真心真心好用 重要的要說三次 立即週年慶入了幾盒 大家經常參加我的 Giveaway 我不是純送禮這麼簡單 我的內心是想你用完之後 讓我燒著 和我一起做這個忠實用 黃金海藻緊緻 換光油 防曬 然後洗頭水 大家都是被我燒到癢癢的 一直以來我都很想去拍他們的 Brand Focus 但是 我還有些產品是未用的 所以 我又在這裡 不如用這個再拍 不如用那個再拍 就拖到現在了 它們不是全部產品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好用 除了它的面膜 我是最最最最推介 還有紅茶箱也很好用 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面霜 如果你是在找冬天 想要一些滋潤度 然後預算不高 在同輩之中 找一個比較優越的面霜 這個也是一個好選擇 我自己都很喜歡 放了在床頭的 去到第五位 其實就有兩個牌子在稱讚 一個就是If Poche 它們的發燭 它們的精華 都很多人說很喜歡 然後另一個是The Corner的鞋 我以為大家都一定會說 化妝品、護膚品 沒有想過 原來周邊商品 都有很多人說 例如就是鞋 又或者是長洲的美食 明太子公仔麵 我真的很開心 原來我燒大家 不只是美妝這一面 是全面 這個感覺 很棒啊 今年我拍過三條影片 亦都做了兩次比較大型的 Giveaway 去介紹The Corner 這個牌子 真的很壞餐半 有一部分的觀眾 跟我一樣 都覺得很好穿 很舒服 正價比很高 但也有一部分的觀眾 就覺得它們很容易爛 穿得不舒服 底部太平等等的問題 很多時候 如果你們可以告訴我 是哪一雙鞋 我會嘗試去放狗 或者走更長的路 看看這個問題 會不會發生在我身上 目前為止 我只能說 每一個人的腳型 和走路方法都不一樣 所以大家的感受不同 我自己是比較扁平的 腳面沒有肉 甚至乎我的小腿也沒有肉 有朋友說 有朋友說試完之後很窄 所以建議大家有門市 你去試一下 如果覺得穿的時候 已經不舒服 不好穿的話 就不要買了 但你穿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它很舒服 很軟軟軟的話 我覺得可以一試 今年穿得最久 和最多的 就一定是這雙樂福鞋 你會看到鞋頭 已經被我穿得很皺 而且後面皮的位置 大家也會看到一些痕跡 而且鞋底是會蝕的 它不會完整無缺 畢竟它也是比較薄 不是一些厚底的鞋 這次的票選 其實是虛跑出了 長虛是最多人選的 然後就有短虛 還有Carsweet 都有人投票 然後有朋友就說 小顆仔明小顆仔 我們的腿又小 沒有肉 所以買鞋子時 要不太貴 要不款不漂亮 或者要買童裝 Decona的range 是比較大 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但如果你真的試過不適合 就不要強求 沒有一個東西可以合適到全世界 以上就是我今次的選網 有2021讓我燒到的東西 然後很喜歡用的一個排行榜 Top 5 其他的滄海為主 真的有很多種類 Legging Bruno的水肌 蜜桃酒 然後有袋子 還有卸妝 紋森先生 化妝棉 水晶 淋淋種種的都有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這一年的支持 信任我的介紹 然後去嘗試 我真的 想不到詞語去形容 各種感動 我講歸講 原來大家真的有興趣去嘗試的時候 是很滿足的 希望下年都可以去拍這個系列 我不知道大家的反應 你們告訴我喜歡不喜歡這條影片 原來你也會找到知音人 你也是這樣想 這件事好用的原因 一模一樣的感覺 好啦 那今天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每個禮拜都上載兩條新影片 否則是錄鏡頭3月和日鏡頭12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Bye